這位上面他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了 楊敬寧牽入到進去 來的滅手 正算加把 這位上面他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了 楊敬寧牽入到進去 來的滅手 正算加把 成了這顆球 楊敬寧 他跟林志傑就像凡哥所提到的 頂尖的小前鋒 打了沒有十年 也有 不過副方的退防也蠻快的 楊敬寧判定把頭 連關要的 果真是這個台版勇士 在三分線外圍出手都相當果決 利用簡單的一個對手掩護 楊敬寧找到外線出手的機會 在熱身賽的 楊敬寧 楊敬寧在熱身賽的最後一戰呢曾經膽敞攻下 26分在外圍有楊敬寧 楊敬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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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把節奏慢下來 楊敬寧45度角拔起來 但三分線外 又來一顆 onfire 今天阿敬不能放了 不能放 他的狀況實在是太好 分碎而已 超期 楊敬寧 超夢 切入 差點發生失誤了 這球楊勝鴨抄掉 選擇往後面 交楊敬寧飛山上來 再給回楊敬寧 切入到進去之後 哇 又來一球 unstoppable 楊敬寧 代球籤 搜球之後 單打成功 楊敬敏 用他的速度切起來 在倒點之前 把球給放進籃框 出手的機會 楊敬敏 快攻情況下呢 直接把球給放進 再來看一次楊敬敏 代球突破 速度非常的快 對 所以他在回到台灣 阿銘又來了 先手一下 天長也稍微略有症疾 這個年紀 照理說體能應該是下滑的年紀 但他的體能不但沒有下滑 而且讓他